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07月20日 赫尔辛基预挫下卡 周六晚上分超继续激战 其中赫尔辛基主赢下卡 前者是分超班霸 已经拿下联赛四联关 过往与下卡的交锋 他们也占据明显优势 赫尔辛基是一赢波异过戒火 赫尔辛基过去七个赛季拿下六个分超冠军 其中包括最近的四连霸 他们无愧是联赛班霸 在赫尔辛基统治期间 只有古比斯能对他们产生威胁 其余球队并不具备与他们竞争的实力 赫尔辛基目前在16轮联赛过后 路德巴胜四和四副战机 发挥并不算完美 但足够让他们排名前列 对于拥有过硬综合实力的赫尔辛基来说 附加赛才是真刀真枪的较量 赫尔辛基如今正中路基棚 赫尔辛基和基斯坚伦等攻击手已经有所发挥 他们是球队取胜的利器 虽然经济手循环克战下卡打合 但经账坐镇主场赫尔辛基有望力克对手重返胜轨 下卡过去多个赛季排名多数不理想 多数处于下游位置 经济他们进步明显 在15轮联赛过后基27分 仅比多赛一轮的赫尔辛基少一分 不过下卡攻防数据上还是略逊色于赫尔辛基 他们均场施球数比后者多了0.27 是目前排名前5的球队中最多的 防守端存在隐患的下卡很可能被赫尔辛基利用 后者过去五轮军场攻入2.6球 而且期间有二场单场攻入4球 进攻火力堪称恐怖 如今做客面对班霸 下卡可以打定输数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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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